2021年5月10日大脚星集团 在伪装中的神圣存友 传导Maryland Raphael A 欢迎阅读大脚星集团信息的亲爱的读者 我们看到你们的光和世界上许多其他人的光都在扩展 当你们穿越个人和全球的碎片 进入新的意识水平 世界正在改变 但你们还不能看到它 因为过去的密度继续浮出水面 掩盖了一切 亲爱的 你们的工作就是允许这个过程 相信你们还没有意识到的事情正在发生 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 我们知道 你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感觉到 这些信息和其他你们所爱和依赖的指引 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你们说话了 欢喜吧 因为任何真正灵性教学的最终目标都是把学生带到他们不再需要外部老师的地方 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从内在获得信息 指导和灵性教导的意识水平 在那里它以无限纯净的形式存在 教义 传统和宗教不允许信徒成长到超出他们进一步需要的程度 这不是真正的教义 高共振的真理教导将永远提供自由和授权 而不是束缚 允许你们自己超越可能曾经是你们最高时相的事物 即使你们遇到来自那些仍然与你们现在已经超越的事物保持一致的人们的抵制 进化是一个持续的无限过程 当一个灵性真理从一篇文章 一个频道 一本书中跳出来 或者紧紧在思想中呈现出来 并与你们产生深深的共鸣 这意味着你们准备将它融入意识 把神圣的想法带入冥想 思考它 咀嚼它 探索与现实相对的三维概念 思考它如何影响世界的各个层面 你们会发现 当你们的意图是更深入地理解一些真相时 它将向你们展现和揭示自己 这就是你们从内在被教导的方式 如果这些或其他信息的一部分对你们来说已经开始感到成就 这可能意味着你们已经将这些教导整合到你们的意识中 它们已经变成了你们 如果你们还没有 你们很快就会发现许多你们喜欢的管道 书籍 团体 课程等 你们喜欢和期待的灵性信息和指导已经开始感到无聊 这就是灵性成长的方式 这意味着你们已经达到了一个能够直接接受的意识水平 而不是通过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或事物 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 要欢喜 因为这是你们所寻求的 有时候这个水平会被真理学生抵制 因为这会吓坏他们 他们喜欢成为一个探索者 并希望继续做所有他们熟悉的事情 他们与其他探索者之间有一种友情 这也是他们习惯的 这很舒服 因为作为一个探索者 责任在别人身上 作为一个发现者 这是靠自己 大多数在这个时候被唤醒的人是寻求者和发现者的结合 这是他通常工作的方式 但是让自我的发现者部分成长和成熟是很重要的 接受你们是一个发现者 能让你们更充分的爱自己 并收回你们无辜的给予别人的力量 而且可能还在给予别人 发现者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但并不属于这个世界 转变的能量已经到来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你们目前所见证的暴力和痛苦的能量代表了有二元性 分离和对两种力量的信仰的能量所形成的外部效应的暴露和溶解 所有存在的都是神上的意识 纯净的光 一切都在这光明中 你们的身体 情感 精神和灵性身体并不是你们的独立部分 而是你们唯一的身体的方方面面 那是纯净的光 开始把自己和别人看成是光 放下需要、义务和斗争来疗愈 改变和纠正每一件事和每一个人 转而开始承认他们的光的存在 你们经常被告知发送光给有需要的人 现在把它带到下一个层次 而不是发出光 去看并承认它已经存在 问候每一个陌生人 接听每一个电话 观察你们在电视上或新闻中看到的人 意识到他们永远隐藏在人眼中的光芒 生活在这样的水平并不意味住 如果有人问你们就不能提供实际的指导 也不意味住你们再也不能寻求 像去看医生这样的帮助 从理智上意识到绝对真理并不意味住 从那时起你们必须严格地坚持它 许多严肃的灵性学生犯了一个错误 那就是试图活在他们所学到的某些 绝对真理还没有成为他们的意识状态之前 因为地球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行星 在完全整合它之前 智力上已知的真理需要时间通过冥想和实践来成长和加强 灵性的进化过程开始于逐渐的意识和智力知识 但在成为一个人的意识状态之前 必须生活和完全整合 当世界非常稠密的时候 这个过程花费了很多声势 但在今天更高的共振中 它发生得更快 重要的是 你们允许你们的进化过程展开 而不是试图用信任来定义 引导或影响它 你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修道院和道场等等受过训练 用在其他生活中学习的指导方针和规则来管理你们的灵性生活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古埃及学校的认真学生 仍然受到这些声势的影响 现在让这一切都过去吧 让每一天都带来你们所需要的一切 在任何层次上都是必要的 以便更充分的觉醒 如果你们被引导去看医生或灵性导师 不要感到内疚 帮助是在所有意识层面上提供的 如果用爱和服务来完成的话 没有一个比另一个更差 就像其他事情一样 这是一个能量对齐的问题 如果你们的意识更符合标准医学 那就跟住他走吧 如果你们与整体医学保持对齐 那就这样做吧 如果你们已经达到了一个完整的合一意识的水平 允许他作为你们的健康和幸福展现出来 建立在你们必须坚持某个绝对真理的信念上的抵抗 尽管你们还没有意识到他 实际上会起到阻碍的作用 因为他给了你们正在寻求超越的问题现实和力量 在这些问题上进入并寻求指导 如果你们决定寻求一些与你们共鸣的帮助 千万不要相信你们在灵性上失败了 因为进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觉醒之旅 不受人类思维概念的支配或影响 所以不可能在精神上倒退到你们已经成长的水平 允许你们的直觉引导你们走向那些 与你们当前意识状态对齐的事物 假装一个意识状态还没有达到 是一个三维活动 并没有服务或愚弄周围的人这样做 这一点在许多世界领导人 希望当选的政治家 那些寻求成名的人 以及许多渴望得到外界认可和喜爱的人身上 很容易观察到 真理是一颗种子 它必须默默地秘密地安息 让它在你们内心的安全中茁壮成长 在那里它受到保护 不受怀疑者和那些想从你们手中夺走它的人的伤害 直到它能够在你们身上发芽和表达 当一个真相成为你们的意识状态时 你们就会知道因为它只是成为你们 你们在所有情况下的自动意识和反应 允许你们自己以对你们来说是最高和最好的方式成长和扩展 永远不要怀疑你们总是被你们的高我所引导和指导 它知道你们需要在哪里 如何到达那里 何时到达那里 这就是你们如何展开去认识和爱自我的方式 接受你们的旅程可能与其他人完全不同 因为你们意识到所有的道路 不管他们在人类思维中看起来多么怪异或扭曲 最终都会导致一个人的灵性实现 扬生 它不可能是别的 因为它是你们之所示在伪装中的神圣存有 我们是大脚星集团